爱宝的双胞胎究竟有多难伺候 锐宝山老母巴掌辉宝再次对爷爷翻白眼 这天爷爷一进到熊社就看到母子子笑话面 爱女士正抱着锐宝勤勤恳恳的舔毛 而大妹直接轮圆胳膊给了老母一个大瓜 可见锐宝绝对继承了福宝大孝女的血脉 虽说爱女士看上去情绪比较稳定 但估计她已经在心理小本门上狠狠记了一笔 老娘在惹一人 有两个老头看着不好动手 你等着过两天出外场的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坐月子三个月爱女士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憔悴 轮番带的锐宝和灰宝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果然谁带娃谁崩溃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恐怕唯一能制服双胞胎的也只有宋宝的碎嘴子了 这天宋三岁来给漂亮大妹锐宝称体重 在爱女士的心情补育下宝宝已经4.5了 随后宋宝在镜头下展示锐宝刚长出来的米粒牙齿 絮絮叨叨的话语令大妹满脸生无可恋 她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苦笑道谁来救救我 好在宋宝撸了灰猫后就去找灰宝妹妹了 用夹子音唤醒二妹后开始给她称体重 或许是吃的比较多灰宝比姐姐足足重了1.3 一整个就是圆滚滚的小胖妞 而等到吃饱奶的灰宝正呼呼大睡时 宋三岁拍着小屁股把她低溜起来靠在围栏上 被强制开机的可爱灰宝身体一软又趴了回去 气得不断翻白眼冷酷地看向宋三岁迟早嘎了你 随后宋宝自豪展示了二妹发育比较快的牙齿 并化身撸猫狂魔疯狂吸猫简直惨绝雄幻 以至于灰宝再次看到宋三岁后直接一巴掌拍过去 甚至把头埋下去表示自己拒绝沟通 不得不说宋三岁被熊猫宝宝集体霸凌是有原因的 对此福宝表示自己也有发言权 宋三岁非常喜欢在扶猪猪睡觉时偷袭她的屁股 得手后撒腿就跑简直比三岁的福宝更像小孩 并且每当宋宝用夹子音呼唤福珠珠时 福宝都会嫌弃地送给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 此外女明星福公主的众多丑照 都来源于宋宝那超长三米的自拍单 明明是360度的摄像镜头 她总能找到361度 而乐宝为了替闺女出气直接拍掉了宋三岁的手机 但很快宋宝又想出了个绝佳的点子 为了给福宝拍照她献上超大号的美味胡萝卜 福珠珠高兴地摆好姿势主动当宋三岁的模特 谁料宋宝咔嚓咔嚓拍好后夺卜胡萝卜转身就跑 气得福宝字牙咧嘴大喊要去跟江爷爷告状 果然宋宝能读得三位孙女的白眼是有原因的 智商相当于七岁孩童的大熊猫究竟有多聪明 托平熊猫谷的强生不仅会开门还精通不容 只见他为了省劲先躺下再把门举上去 随后大摇大摆跑回家休息吃损损了 而等到第二天该上班的时候 强生丝滑的一套连招顺利出来喝盆盆 熊生彻底实现自助式上下班 此外通过观察饲养员的工作 大熊猫纪莉莉已经开始偷偷学习开门 估计是为了以后越狱做准备 而虫洞于可小小年纪也同样实至熊精 这天他想找隔壁双双哥哥玩但被铁门挡住 小熊精想到奶妈总是拿一把长长的钥匙开门 于是于可找了根木棍一点点啃成记忆中的模样 可无论他如何尝试都无法用钥匙打开门 于可歪头看着锁眼小小的脑袋瓜里藏着大大的鱼 我记得奶妈就是这样打开门的呀 不死心的于可师傅又啃了两把钥匙 决定跟着善冷酷无情的大铁门死磕道理 有时调皮的大熊猫会趁饲养员不再偷摸干坏事 这天清晨四公子之一玉莉猫猫碎碎关上了人 随后爬到木架上开始作案使劲摇晃树枝 只听咔嚓一声 玉莉树干成功葬身一雄爪之下 为了不让奶妈发现玉莉赶紧把罪证扔下木架 再三确认无误后玉公子高兴地跳起来一满 行云流水的动作把周围游客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真不是两脚兽假扮的吗 细致门三太子蒙兰也从小试个雄精 还不到一岁就会指挥奶爸帮自己爬树 只见蒙兰抬起小手告诉对方去对面护着自己 奶爸也瞬间读懂蒙兰的心思立马站过去 而蒙兰爬了段距离后发现对方挡住了游客 于是蒙兰赶紧挥着小手提醒奶爸挪挪位置 小小年纪就如此聪明聪人性 难怪蒙兰长大后会精准模仿徐老爷的造型 这天蒙兰发现老爷换了木析干发型 风里来内心蠢蠢欲动也想搞个男神同款 于是蒙兰顶着编织绳瞬间化身潮流南海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没人能骚得过三太子 而等到徐老爷换了个锅盖发型风 蒙兰内心又顶了个大粉盆挽起了靠底 好在徐老爷有仙剑之名把绿盆收走了 不然蒙兰的聪明镜必定给他来个欲促无类 不得不说熊猫就是动物界的高智商担当吧 估计200斤的体重199斤都是新年 河南究竟有多绝 就连大熊猫都得拼命营业 林妍一天天直接有着屎不完的牛镜 据说馆长当年去四川挑熊猫的时候 突然遇上停电乌骑马黑的啥也看不清 便逮着个背影最可爱的熊猫就骑走了 谁料回去一看竟是个瘦巴巴的车坐嘴 园长当即给基地打电话要求换只熊猫 可对方始终坚持一概送出拒步退换 没曾想过了抽条尴尬七的林妍 不仅越长越帅还摇身一变成了整活高手 胖眼每天不是在整活就是在去整活的路上 势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园长当年挑走他有多正确 而这小子也因此成功收获一大批狂热粉丝 甚至有时为了医医们看个进行 在外场的林妍仍穿着一身皮大衣拼命整 但由于胖眼丸的太风忘记了吃饭时间 奶爸怕恶坏孩子便追在他屁股后边扔锁 甚至差点被这小子给整出刻板了 并且由于显眼包林妍破坏力太强 不是祸祸玩具就是巴拉刚穿好衣服的大树 导致其中一棵大树惨被现场游客看光光 因此原方严格控制胖眼出外场的机会和时间 其实林妍花是整活不仅是想证明自己 还要挣钱养活隔壁喜欢摆烂睡觉的好兄弟卖卖 麦公子不仅在那场睡得七昏八素 就连出外场也是刚躺在木椅上就能进入梦乡 甚至有时这小子嫌弃阳光刺眼 直接躲到凉亭下撅着蜜桃屯呼呼大睡 完全不把工作营业当正经事看待 可以说每个辛苦营业的林妍背后 都有一个呼呼大睡的麦买 而林妍不仅帮好兄弟早早进入百滥的养老生活 更让麦公子年纪轻轻就开上了粉色麦巴盒 一举成为全动物园最亮的那个仔 可胖眼自己的坦克车被奶爸收走 却只能每天可怜巴巴挤公交上班 活脱脱一枚天选打工熊 而且最近大胖眼忙得根本 顾不上吃饭 每天加班加点整活只为帮动物园增加营业额 等到了半夜零年才有时间对付一口 不仅不开灯甚至吃的还是卖少剩下的饭 再苦不能苦兄弟再甜不能甜自己 可见大胖眼绝对是妥妥的兄弟口 希望梁小只能一直快乐下去 再次